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就是说我们红字标出的地方是你这个contributation必须要完成的三个方面 也就是说你首先要写一个故事 你准备写什么 比如说我写宁乐之女 我写你的故事 我写长额悲乐什么都可以 你知道什么 古代的这些可以写 那第二步就是说你显定了以后 你就要把这个故事 这个禅说说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禅说为什么流产到现在 它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要把这三个方面一步一步的说清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做整个题目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网络 这个题目整个从读题开始 七分钟的时间 所以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准备时间是 四分钟准备 两分钟说 把这东西来说清楚 所以实际上 实际上相对来说还是很紧张的 那我们在讲的时候 就是按照刚才的一个 大概是一样立个体纲 四分钟时间里面 比如说先说什么 第二再说什么 最后说什么 你真正讲的时候 既然按照这个思路来 那你的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你比如说先讲的那个东西 你没有可以再细分 比如说说什么 先说什么 再说什么 也是这样再细分一下 那你讲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提纲草稿来讲的 四分钟的时间里面 你是很难把它真的全部写出来 所以我们就只能 就是说捋一下这个考题 然后想想从先到后 怎么写 怎么完成 OK 好 这里看看 这就解体的步骤 先写一个 一个展望 我再的topic 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这个文化主题 要求什么 然后再把它说清楚 然后再解释它的文化意义 好不好 就是按照这一二三章 大概一个格式来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college board 考试的时候的 学生的真正的一个答案 好不好 这是其中的一个学生 的答案 他这个得了六分 我们看看 他为什么得了六分呢 我们来读一读 好不好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禅书 牛郎和侄女的故事 是一个美丽的爱情的故事 军与下环的时候 牛郎经过一些指点 而遇到了侄女 他们在一起之后 生下了一个儿子 和一个女儿 当一方大帝后 王母娘娘发现了 这件事情之后 他强烈的反对 这件事情 然而拔下了 发战 把牛郎 然后 拔把牛郎 然后把牛郎 和侄女分开了 侄女被迫 飞到了天梯上 而牛郎 也却只能自己一个人 留在房间 牛郎的牛 其实是一个水仙 而且告诉她 披上了她的牛皮 可以飞上天空 去找侄女 不过 王母娘娘把自己的 站子拔下来 在牛郎和侄女 就这样 发过了一条线 而那条线 也就是现在 所谓的银河 不过 牛郎和侄女的故事 感动了一些喜鹊 这些喜鹊 搭成了雀桥 他们在每年的七日七日 能在雀桥上相聚 这个故事代表了 人们对爱情的憧憬 每年的七日七 大家都飞掌望天空 在葡萄腾下 窃听 局女和牛郎的秘密 甜蜜的私语 他们的相遇 代表了中国人 对爱情的期待 而这也代表了 中国人的诚实 而且努力的 去接受自己的梦想 这篇其实 械儿写得非常棒 给我看看 为什么说她很好了 她要讲的 这个禅说故事是什么 游乐好执女的故事 他最开始就确定了 然后就开始讲这个故事 整个故事是怎么回事 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这个故事的细节什么的 发生的整个过程都非常的了解 讲得非常完整 那最后 他说这个故事代表了什么 他的文化意义 对爱情的崇敬 对不对 联系到了现代人的生活 还有气息 人们中国人的爱情的期待 而且带着中国人的诚实 还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没有事情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只要肯努力 对不对 他的文化意义讲得也非常好 这个小朋友是真的非常棒 把那个问题回答得非常完整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 perfect了 一点点问题都没有了 也不是 他在有些地方 还是说有一点点小小的错误 或者漏掉了一个什么字 什么的 或者就是说 有点把把牛郎 什么的 这种 就是有一点小错误 但是并不影响了得分 你看 最后还是得了六分 对吧 好 这就是对他 一个平分标准 科技波尔给了一个平分标准 现在是非常棒的 好 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看 这是得了四分的一个例子 这个人讲的是什么呢 方木兰的故事 你看看 他把方木兰的 很小的时候 是个很美丽的女人 每个人喜欢方木兰 但是方木兰喜欢跟小男人打架了 方木兰很强 这个时候 蒙古族不太喜欢中国人 所以蒙古军队跟中国军队打架了 他在讲方木兰的故事 方木兰曾真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看 他有些字不太会写 他就 他就用的是汉语拼音 好 这里看看 蒙古军队被中国军队被方木兰打架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现在蒙古族住在蒙古 外蒙古还是内蒙古 蒙古是蒙古族 是一个少数年在中国 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因为他中国很强 方木兰强 蒙古军队被中国军队被方木兰打架了 非常好 非常有名 方木兰那么好 非常好 谢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得了四分 首先为什么说他得了四分呢 你看他 他讲的是方木兰的故事 对吧 主题还是很明确的 然后另外一个 他还是把方木兰这个故事 基本上描述出来了 但是在他文化意义 其实也有提到 只是说没有那么明确 或者说的也没那么好 他就说非常有名 非常好 什么的 这也在某种上也是一个总结 对文化意义这个总结 那就是说我们这可以看出来 相比前面那个三分的话 这个四分在某种上表述 整个故事的完成上 任务的完成上是差了一点点 是不是 但是呢 但是呢他基本上做了 任务也基本上算完成了 只是没有那么好 所以最后只给了四分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两分的例子 好的 中文科做下 接日里要做下 我想跟你们说的中文一些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方木兰 方木兰是个很壮的女 中国人不知道她是女的 因为她做的蓝日运动 和她做很多的女的活动 不是 这个你们可以 也可以自己在那仔细读一下 是怎么了 她想要讲的故事 你们看出来了吗 她想讲的是方木兰 对吧 跟前面那个小朋友 她想讲方木兰 她也四分也知道 方木兰是个女的 最后是 搬成一个男的 但是这是方木兰 干那些什么 很多东西 她其实没有说出来 看到了吗 一直到最后 她都没有说出来 那么也 文化意义了 就更不用说了 里面还有很多地方 不完整说的 话有点奇奇怪怪的 什么的 这个小朋友就说 唯一就让我们 非常明确的 想讲的是方木兰 在表述 describe这个故事 和文化意义方面 基本上都没完成 所以最后 得了两分 这是观众她的 为什么得两分 大概的一个平分 好 我们看看 得六分 其实没有那么难 我这里 给大家一个 例子 一个实例 你可以稍微借鉴一下 我这个写的是 蛮长的 但是你真正写的时候 是没必要这么长 我只是把这个例子 拿来 给你们借鉴一下 你们就说 想要写这方面的 就是把这个故事 了解一下 在将来 你想比如想 节日 你可以写七夕节 对不对 你也可以写 牛腦之女的故事 就是我们写一个东西 要举一反三 比如牛腦之女的故事 你可以用在很多别的方面 并不仅仅就是讲今天的主题 就是一个阐述 一个故事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种文化意义 用的是也可以把它提到 好不好 好 我这里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一起 看一下 我来 给大家读一下 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牛腦之女的故事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传说 牛腦和之女的故事 就是一个很美丽的 轻骨流产的爱情故事 成为我们 我国四大民间 爱情传说之一 故事说的是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仙女叫之女 因为她擅长止步 她的工作就是 给天空编制彩霞 她是天上王母娘娘 和一方大地的女儿 有一天 她截得在天上 只踩下 特别无聊 就来到人间走一走 她看见一条河 河是很清澈 她就在河边洗澡 有一个凡人叫牛郎 她正在不忍处 放牛 她为了和侄女开玩笑 她偷偷地拿走了 侄女的衣服 然后又把依换还给侄女 就这样 他们两个认识了 然后他们相爱了 后来侄女偷偷嫁给了牛郎 他们在人间过着 男跟女子的生活 生活得非常幸福 还生了一个男儿 一个女儿 但是有一天 天下的王母娘娘 发现他们在一起 非常生气 强行把侄女带回了天上 侄女和牛郎就这样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人间 无法相见 他们每天都非常地私下的对方 两个孩子也小妈妈了 她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喜鹊 有一天正好是农历七日七日 一大臣喜鹊飞来 若他们的身体为真以后 游乐搭了一座桥 就这样 他们在天上又见面了 从此以后 每年的七日七日 雪鹊都会搭一座桥 游乐好侄女 每年的这一天 都可以寄见一面 所以后来 大家把这一天 成为七夕节 这一天里 有情人都会相继 也就是中国的情人节 游乐好侄女的故事 反映出老百姓 对爱情婚姻自由 和美好爱情的向往 也反映中国人 争入爱情的价值观 他们的相遇 代表了中国人 对爱情的期待 而这也代表了 中国人对家人 谈缘的渴望 以及他们追求 自己梦想的精神 反映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这个写的是比较长 但真正在考试的时候 我是觉得 没有必要写这么细 我写的这里的目的是 让你们对这个故事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我觉得在真正考试里面 你写的 把我的至少有一半的 可以去掉 可以精简一下 一半的字数 大概就够了 好 这个考试 如果你想得马分 就六分 其实也没那么难 对不对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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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